不管是台风还是地震 带来的灾害都难以预计 而为了强化救灾能量 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花莲县消防局特搜大队 持续精进专业的技能 推出了两支队伍共35个人 分别前往瑞士还有新加坡 出国受训两周 而县长徐真卫也在行前 特别授旗以及颁发夹菜金 期许团队训练圆满 花莲位于欧耀板块与菲律宾板块交界处 不论是0206、0918地震 甚至是台风、公安意外等灾害 花莲相亲都心有余悸 救灾量能就需要与时俱进 花莲县消防局特搜大队 为了持续精进 推出两组队伍共35人 分别前往瑞士和新加坡受训两周 县长徐真卫并在行前 特别授旗和颁发夹菜金 期许受训能圆满顺利 在去年我们又有队到新加坡去做训练 15年应该没有在这里吧 没有在这里 就是希望资源不要重复 每一个特搜的弟兄都能够 无论到欧洲或到新加坡 都做过我们特搜的训练 回来成为中式教官 回来传递给我们的弟兄 还有我们的异校的特搜 如果行有举例 再传到我们各个分队的 异校伙伴 还有异校伙伴 我想这都是很重要的 在这里我要谢谢两位带队官 尤其是我们欧洲出门的 吴兆元要带队 红尘一起 你们要好好的当爸爸妈妈知道吗 把我们孩子照顾好知道吗 要一黑一白 那我们新加坡是龙盛 陈丽萍 苏大 我们新加坡的好像都比较年轻是吧 都比较年轻 好 那新加坡的都要体力 通过体力的体检才能过去 所以在这里正会 要谢谢大家 下方局指出 瑞士是全世界隧道最多的国家之一 全世界最长的圣哥达隧道就在瑞士 当地消防单位具有丰富隧道救灾经验 因此组成20人队伍 5日出发授训 判作为学习借禁 而新加坡民房学院是民房部队主要培训机构 自1999年开办以来 已培训137个国家 6000多名学员 15人的队伍将于19日出发 此判通过正式授训 充实经验技术和救灾效能 介绍长方彦华理事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